美国美国领导 中国的美国领导 这巨大船是70,000公里的信息 和信息和信息 给新亚洲人的优优 在那里会参加的十多千多十多的 精彩病毒师、医院和医院 去战处救美国的生命 我们会停止以防止 而非我们的国家的需要人 在他们的需要 美国海军医疗舰舒适号抵达纽约市 将在24小时内开始收治非中共肺炎患者 目前全美近15万人确诊 纽约州为美国重灾区确诊超过66000例 占全美超过四成 请看我们前线记者的报道 停靠在我身后的就是刚刚抵达纽约的美国海军舒适号 目前船上的1000张病床和12个手术室已经准备救去 他们将用于接收与中共病毒无关的纽约患者 纽约市长白思豪3月30号亲自赴曼哈顿92号码头迎接舒适号 在舒适号3月28号启程前往纽约之前 川普总统在弗吉尼亚诺夫克现场致辞时表示 舒适号代表着美国向纽约人传达的7万吨希望和声援 纽约市长白思豪表达了对川普总统的感谢 目前纽约市医院将很快达到满复核 舒适号医疗船与贾维茨会议中心搭建的紧急临时医院一样 也是救助那些非中共肺炎患者 病患由纽约医疗系统分配 这不是舒适号第一次来到纽约市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的第三天 舒适号也曾停靠曼哈顿92号码头 帮助治疗了几百名参与世贸中心急救而受伤的一线人员 新唐人记者金石奥利弗采访报道 acontecer 不信息 很宝 proper 遍 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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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通